你起开 再让我搂这个家 最后一眼 啥意思 用别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咋回事 别说话 我走了 你去哪啊 韩国 到韩国干啥去 吃泡菜去 张忠 麻烦你给小米粒带句话 告诉我 收我这张脸 是在这个世界上 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啥话呀 我不会就这样 一直可跟下去的 你这话我不替你说啊 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来不及了 你几点的飞机啊 一点半的火车 你坐火车去韩国呀 坐动车 你打算从丹东出境啊 哎呀 你就别管我做啥交通工具了 就让我下海干扑腾 也得把自己弄过去 说你这孩子 我说你啥好呢 说好点 你这是为了爱情 说不好听的 你这是古代一种兵器 啥呀 贱 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是 爱啥啥 小米粒成天说我长得可乘 那个田奔奔有啥好的呀 就是比我卖想好点呗 我这次去 就照他整 这就是未来的我 哎呦我的妈呀 吴亦凡呐 对 我跟你说 你要想长成吴亦凡 无比难 你还是我大姑父不 不是 我是你大姑父才跟你说实话 你说你要整成这样 你就得千刀万刮 推倒重建 大姑父 人在江湖飘 哪有不挨刀 要是不推倒 钱都不报销 左一刀 右一刀 要想完美 必须销 你说你 你到韩国挨销 你也能同意吗 还同意吗 每一个同意 那我也得整 我整回来就是万人迷 我要让田笨们看着我就躲着走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看着我都躲着走 哎呦我的妈呀 那得多个硬人呢 我已经活不了许多了 我要让小米粒看着我就喊 爸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帮我拿点东西 小米粒回来了 我害怕 你怕啥 你都挨刀 你都不怕 你还怕小米粒 大姑父 我真害怕 一会我躲起来 你把我上韩国挨到那时 你跟他说说 我想看看他啥反应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哎呀 回来了 回来了 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 哎呀 你买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小米粒 有个事我得跟你说 家里面出事了 出啥事了 出大事了 王小倩要去韩国整容 啥 王小倩要去韩国整容 我可真想象不到 就他那个底板 能整成个啥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你还笑 你笑啥呀 笑啊 人家王小倩去整容 还不是因为你 那怎么能是因为我呢 要不是我让他去整容呢 怎么不因为你啊 他稀罕你 你不稀罕他 你不稀罕就不稀罕吧 你还老拿话刺激他 说他长得磕沉 你说你对这么一个卡在青春期的少年 你老这么刺激他受得了吗 大姐夫 你要这么说 咱俩就得掰着掰着了 说 你是不是我亲姐夫 是啊 那找对象这件事 是不是牵扯到我一辈子的幸福 那是 那现在我问你啊 以平心而论 王小倩 磕衬不磕衬 不是 我跟你说 你这个问题吧 他还真是个问题 哎呀 姐夫 你就说吧 王小倩磕不磕这 他磕啊 可以接受还是 哪可以接受啊 哪可以接受 你看他那个 哎呀 我的脑 你看他那脸型 哎呀 我的苍天 你看他的眼神 哎呀 我的娘啊 不是大姐夫 你在我心里可是最诚实的人 今天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王小倩 磕衬 对吧 但是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第一次说实话这么尴尬 你得想一想 你看啊 这找对象你不能光找外表 你心灵很重要 对不对 他要是心里磕着呢 心里磕着那就烂了 但是王小倩还没有烂透 姐夫 我跟你说 你们都误解我了 我其实还真就不是外貌协会的 我找对象啊 看中的是人的本质 我跟你说 就王小倩有些事做的 我都没法当他面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为啥不当面说呢 我怕刺激他呗 那行了 你今天先刺激一下你姐夫 他基本就知道了 你来吧 那天 就咱二楼那个张奶奶 七十多岁了啊 藏着一袋大米啊 回来 走的那个费劲啊 腰都直不起来了 哎 你说这网友圈看见了 不但不帮人家拿 拿这个手机啊 就在这拍 你说你拍就拍呗 他还发了条朋友圈 说现在的儿孙都去哪儿了 你说最后还是人家田笨笨 帮奶奶把大米扛上去的 哎 你说他掺着灯 他又挖了一条朋友圈 装什么孙子 那大姐哥 你说他这事办的 可声不可声 不是 这事可声是可声 但是这有情可缘 他俩不是情敌吗 对不对 这有情可缘 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啊 那天我大姐下班回来 一进南小区门 就被一条狗给撵了 哎 这事我知道 你大姐好家伙 担心说话好几天呢 那天王小匠也在啊 哎 他不帮忙不说 又拿着个手机 追着那狗 后面这拍视频 本来那狗啊 捏两下就累了 不撵了 这让他这么一次性 一下把那狗给挣金了 这家伙 追着我大姐在小区里 这痛撩啊 我大姐跟狗啊 愣是加赛了三圈 你说他这人 贩子可声不可声 发什么微信了吗 啊对了 他又发了一条微信 又说 奔跑吧 大姐 我跟你说 王小匠这事办的不是科尘 这可恨的这是 王小匠 我跟你说 你这事我还不管了 你知道吗 你大姐被狗点的事 是你闹的呀 我告诉你 这事我不能给你管了 什么玩意你说你这事 你不能不管呢 我不给你管那事了 王小匠 你咋在这呢 你偷听我说话 不是偷听 是聆听 大姐吗 他啥时候进来的 啥时候进来陪你找 小米粒 虽然我外表长得磕上 内心也不打好看 但是我不想在外表和内心 都输给别人 我这次去韩国 就想从里到外 齐了咔嚓 都整一遍 咋的呀 你还真想去韩国整容啊 好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去 你不同意我也去 哎 你你你你 你信不信你要敢去 我回来不认识你 要是被你认出来 那算整容失败 大姐 干嘛呀 开啥呀 你让他去 就他这模样 整容失败了 就算整容了 大功夫 你去帮帮我呗 我帮你啥要帮你啊 上回的事 我常说我不行吗 我错了 你错没错 我错了 你说你这玩意儿 你心灵得美 你明白吗 对 以后不能这样啊 那行 大功夫我帮你 这个你不能去 是吧 人家小米那儿 都说不让你去 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啥意思啊 啥意思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说你在帅哥里边 你不算数 明白吗 你在磕着那里边 还是有一号的 大功夫 你的这种鼓励 我真接受不了 没事 换一种鼓励方法 就说你呀 你长得有特点 明白吗 你辨识度高 那你不觉得我很孤独吗 你这孩子 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呢 你怎么那么自私呢 你说你到韩国 万一你给咔着坏了 你爷咋等 你爷靠谁 靠我爸呗 你爸也那么大岁数 你爸靠谁呀 靠爷呗 俩人干靠是吧 就靠不上你 是不是 看啥 干靠的来了 没有音 我们不算人呐 不算 她不在 谁呀 露米太太 躲开 让我再露这个假贼 最后一眼 是我给老米太太 上句话 这也是我结账脸 在这个诗上的 最后一句话 啥话呀 我算了 为什么要整容 不就是因为 俺老王家丑吗 她说我分析来分析去 丑不赖孩子 个儿栽我 我丑啊 要整 就得从老王家 个儿上整 爷 你也去韩国呀 韩国 不彻底 要整就整着车底 要整就整着 人家建筑害怕 那去哪儿呀 台国 看看 这就是一年以后的我 爷爷 我不等了 我叫你这么一个爷爷呀 哎呦我的爷爷呀 王叔 他别冲动啊 哎呦 本来一个挺好的爷 这整成马了 嗯 aina 谁奔南合 谁奔奏谁就海赔 嘿嘿erv Ikan 谁奔南合 周九�'m 手互 七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